局势瞩目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大赛即将在周日拉开序幕了 而未免冠军法国队将会有什么表现 能不能打破未免冠军魔咒 这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我们来看今天的欧洲观察 作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冠军得主 法国队在这届卡塔尔世界杯大赛期间 究竟是折戟沉沙提前出局惨遭滑铁炉 还是高歌猛进一路走来杀入决赛圈 甚至蝉联冠军第三次捧起大力神杯 都自然而然引起了国际足球界和全球体育爱好者的 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 从目前各方的推算预测看来 欧洲的法国英格兰与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 是本届世界杯的四大最热门夺冠球队 而法国队的优势在于 自从2018年夺得俄罗斯世界杯冠军之后 法国队的整体实力和个人状态仍然保持良好 尤其是前锋线上由世界最佳攻击手姆巴佩 刚刚获得今年度金球奖的本泽马 以及状态仍然良好的足坛帅哥 戈列兹曼组成的三剑克 是法国队杀敌制胜的最强武器和最大法宝 卡特尔大赛前夕权威的美国体育电视联播网 刚刚评选出的卡特尔世界杯最佳球星之中 姆巴佩和本泽马分别高居榜首的第一和第二名 排在世界名将梅西 罗纳尔多和内玛尔之前 可见目前法国队的前锋线实力确实不同一般 当然法国队在这次卡特尔世界杯大赛中 也存在着不少的隐患甚至危机 最主要的就是大赛前夕伯格巴和坎特两员 中场双后腰大将以及金蓬贝 恩坤库 麦尼昂等主力球员 都应伤缺阵 无援进队 使得既可助攻又可退守的 全队至关重要的后腰和中场 顿显空虚和颓势 原本全球最强之一的 法国队中场和后腰 这次却成了可能拖累 整个队伍攻防节奏 以及前后链接的空白点和致命伤 再就是法国作为上届冠军 已经成为各国的众师之地 这次法国队能否打破 未免冠军魔咒的玄学定律 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力争再次打入聚散圈 也非常值得关注和期待 还有就是传统上的法国队 一直就是慢热型球队 经常是愈弱不强 愈强不弱 常常在小组赛中跌跌撞撞 显向还生 进入复赛决赛圈后 又会过关斩将 立刻寻雄 如果这次法国队能够小组赛和复赛 顺利出现 杀入决赛圈 那么再次冲击冠军宝座 甚至第三次捧起大力神碑 也不是没有可能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示 如果法国队能够杀入半决赛 他本人将亲赴卡塔尔现场助威观战 而作为上届世界冠军 又拥有全球最佳前锋线的高卢雄击 这次能否高歌猛进 过关斩将 一路走来 甚至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 成为第三个蝉联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还有看法国队能否保障每一场的临场发挥 能否捕捉每一次的冲冠机遇 以上就是这次的欧洲观察